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區 今天要開箱的呢 就是熱騰騰我們剛拿到的Pixel 8 Pro 那這一次我們開箱Pixel 8 Pro 在速度上是沒有遙遙領先啦 因為我們把時間拿去先測了華為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頻道應該還是很多 那等我們開箱這支手機 那這次Pixel 8 Pro在外觀上 沒有太大的改動 但是呢新增了非常多AI的功能 也是我們待會測試實測當中的一個重點啊 那它也算是安卓陣營裡面 其中一個派系的人非常關注的這個手機 我們就馬上來開始今天開箱吧 這一次Pixel 8 Pro的整體外觀呢 其實跟上一代非常相似 只有兩個地方進行改動 其一呢是它背面從亮面的玻璃材質 改成了跟iPhone 15系列相似的霧面玻璃 那兩者的這個霧面玻璃摸起來的觸感 也非常的類似 都帶有細膩的這個觸感很好摸 那其二呢是鏡頭模組的排列 也從上一代的金燈號排列改為一體式的這個排列 並且增加了溫度感測器 那整體呢維持從Pixel 6開始的這種家族設計與灰外觀 此外Pixel 8 Pro總共推出了鑰匙黑陶瓷米海灣藍三色 而我們這次拿到的是海灣藍 它跟Pixel 7a的淺海藍那種淡淡的藍色不同啊 這一次的藍色飽和了許多相當的鮮艷 那此外Google也針對了Pixel 8系列推出了相應顏色的手機殼 那使用了輕膚材質來增加握持時的摩擦力跟觸感 那從設計上你可以看到Pixel 8 Pro的鏡頭模組 金屬件相當突出啊 所以你裸機拿當然是很容易磨到 所以這算是少數一開始設計 就應該預設要包手機殼的手機 在重量上經過實測Pixel 8 Pro裸機為211.2克 比iPhone 5 Pro Max還要輕10克左右 那含手機殼的話來到242.8克 那整體的手感跟重心比例相當的優異舒適 但畢竟是6.7吋的大小啊 要單手操作還是有些難度的 而在正面螢幕規格上Pixel 8 Pro 搭載的是一塊 6.7吋SUPER ACUTRA 反正是一個很厲害的OLED螢幕 解析度為1344×2992 並且支援了1-120Hz LTPO 自私螢幕 官方宣稱這一次HDR亮度提升到1600尼特 並且在陽光照射下最高可以來到2400尼特 那我們自己實測 在看HDR影片時的局部峰值亮度達到了1670尼特 真的非常的亮 甚至超越了官方宣稱的數據 全局亮度也有1400 所以螢幕亮度表現是非常優異的 在強光照射下我們也測到了2200的亮度 雖然不到官方宣稱的2400 但也是頂級水準 在螢幕色域表現上是中上的成績 然後在射準的部分 在原廠設定色溫6450K下 Delta一直只有0.9 射準是非常準的 所以綜合來說 這塊螢幕表現非常優秀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原廠預設解析度是1008×2244 你必須要在設定裡將選項調到全解析度 才會有完整的1344×2992 但相對的它也會比較好電 而在喇叭表現上經過實測 Pixel 8 Pro最大音量來到89分倍 其實不算特別的大聲 但一般使用也是夠用 整體來說低音飽和不會乾扁 但聲音細節是有些模糊 有的時候會聽不太出比較細微的音效 整體表現算是在意料之中 Pixel 8 Pro使用的處理器 是Google自主研發的Tensor G3處理器 使用的是三星的4nm製程 從Geekbench 6跟3DMark跑分當中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一次的G3相比上一代的處理器 的確是有進步 但距離隔壁旗艦的S7 Pro跟8 Gen 2 還是有一段距離 這樣子的效能成績 其實也會實際反映到遊戲效能上 我們實測原神風單跑圖 平均張數只有43張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拿Pixel 8 Pro來進行重度遊戲的話 是很有可能會卡頓的 建議就玩一些輕度遊戲就好 不過熟Pixel系列的觀眾就知道 其實硬體性能一直也不是Google所追求的 當其他手機廠商都在硬體瘋狂堆料的軍備競賽時 Google選擇了一條另外的賽道 那就是AI功能 發佈會花了非常多篇幅在講 這台手機的AI性能有多強 大家想看細節跟專有名詞的話 可以參考發佈會 我們這邊就快速直接的來demo它的功能給各位看 首先是AI主播的功能 這個功能有點像之前盛行的Mid Journey圖像生成AI 只不過Google會將生成的圖像來變成桌布 點進這個功能後 Pixel 8 Pro會先幫你選擇一個大主題 確定好主題點進去之後 接著你可以選顏色、場景、物體等關鍵字 但目前這些關鍵字都只能官方設定好的 無法自行輸入 我猜官方可能擔心讓用戶自行輸入關鍵字的話 可能會出現一些母湯的畫面 總而言之你把這些設定弄好之後 它就會生成一張桌布 相當的有趣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用的桌布 就是透過AI生成的 如果你看膩了 隨時都可以換一張桌布 第二個AI功能 則是在之前短影片 我們有demo過的完美合照功能 在過去我們跟親友合照的時候 總是會有人剛好眨眼或是沒有看鏡頭 總是會多拍幾張照片來選一個大部分人滿意的 但現在你只要透過完美合照功能 讓Pixel 8 Pro自動來抓這些連拍的合照當中 大家最好看的面部表情進行替換 進而生成出一張每個人都看向鏡頭的合照 而且你不喜歡AI幫你挑的表情 你也可以自行手動替換成其他表情 而完美合照並不侷限於多人合照時使用 你如果是一個人的單獨自拍 它也可以進行AI換臉 而且整體的成像幾乎沒有破綻 非常非常的實用 但在我們測試的過程中有發現 如果兩個不同的人在同樣場景中 並且使用同樣的鏡位拍照 Pixel 8 Pro是有可能把它誤判成同一人的 像這張照片當中 Pixel 8 Pro就覺得 劍文的臉不夠帥 自動替換成燕尾的臉 這個就是AI換臉 好恐怖 好在經過我們測試 如果是不同場景拍攝下來的臉 是不能替換的 即便背景相似它也不會誤判 你也無法從網路上抓相似背景拍攝的明星照 來進行替換 但其實感覺Pixel 8 Pro的AI是有這個能力的 只是Google應該把它鎖起來了 那為什麼會鎖起來我覺得大家應該也能理解 Pixel 8 Pro的第三個AI功能就是魔術修圖 這個功能你可以看成是強化版的魔術橡皮擦 你可以透過圈選相片上的物件來進行放大 或者是位置調整 也可以透過AI來替換天空 你可以看到這個天空的置換 讓平平無奇的摩天輪照 風格變得更加強烈 但最有趣的還是風格化的功能 Pixel 8 Pro會在原本照片的基礎上 生成各種不同的AI繪圖照片 來讓你選擇 並且每一組產生的照片都不會重複 有一種再抽驚喜包的感覺非常好玩 不過這個魔術修圖功能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必須要先將你的照片 備份到Google相簿裡面才能夠使用 這一點在使用上就比較卡手 但優點是它並不侷限只能修改Pixel 8 Pro裡拍攝的照片 你只要將你手機跟相機拍攝的照片 備份到Google相簿後 也可以用Pixel 8 Pro來使用這個功能 像是第一組我們修改飛機位置的樣張 是iPhone 15 Pro Max拍出來的 接下來我們講的AI功能就跟照片無關 而是跟影片有關 所以一般的照片AI功能 一經無法滿足Google 只要在你拍攝的影片當中選取音訊 就可以看到魔術降噪功能的按鈕 按下之後 Pixel 8 Pro就會開始分析影像當中錄到的聲音 並且給出對應的選項讓你調整 包括了語音、雜音、風聲到人群 他都可以準確的判斷 你可以單獨的調整你想要降調的聲音 也可以直接讓Pixel 8 Pro自動的幫你處理 那實際效果我們直接的來聽聽看 我現在在大馬路的旁 那我們來試試看Pixel 8 Pro的魔術降噪 有沒有辦法把汽車的聲音給降噪 我現在在大馬路的旁 那我們來試試看Pixel 8 Pro的魔術降噪 有沒有辦法把汽車的聲音給降噪 我現在在大馬路的旁 那我們來試試看Pixel 8 Pro的魔術降噪 有沒有辦法把汽車的聲音給降噪 從上面展示的效果可以看到 Pixel 8 Pro的魔術降噪功能 可以說是超乎預期的強 他不但把摩托車跟汽車的聲音完整的消掉 且人聲並不會像RX8的自動降噪 因為過度壓制而有點失真 雖然說還是聽得出來聲音有一點受影響 但整體的表現已經很接近付費軟體的水準了 前面有提到這一次的Pixel 8 Pro 還有一個溫度感測器 你有一個溫度計的App 打開來之後距離物體表面5公分左右 你就可以量出溫度 Google還很貼心的標示出了感測器的位置 方便進行測量 經過我們跟紅外線測溫已經進行實測 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溫差範圍在1度以內 所以他測出來的數據算是有參考價值 但是最實用的應該就是量體 體溫嘛 不過因為醫療法規的關係 你目前還不能夠把它當人體溫度計使用 很期待在更新之後可以拿來量體溫 就可以快速的知道 家人、小孩有沒有發燒了 看完主打的AI賣點之後 接下來看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拍照 Pixel 8 Pro 搭載了一顆5000萬像素F1.6的廣角主鏡頭 一顆4800萬像素F1.95的超廣角鏡頭 跟一顆4800萬像素F2.8的望遠鏡頭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Pixel 8 Pro也為相機加入了專業模式 所以你可以從內建的APP當中來調整快門、ISO等專業數值 也可以手動控制對焦範圍 而且當你在手動調整焦距時 Pixel 8 Pro也會啟動峰值對焦來輔助你對焦 如果你是喜歡調整這些數據的人是非常好用的 這一次Pixel 8 Pro也首度加入了5000萬像素的拍攝選項 所以終於可以拍攝高畫素的照片 接著來進行PK啦 我們的對手是最新的iPhone 15 Pro Max 首先是高像素的主鏡頭樣張對比 5000萬畫素對決4800萬畫素 第一眼可以看到Pixel 8 Pro的樣張整體曝光有點不足 當天拍攝的時間是正中午 其實現場並沒有這麼暗 但放大畫面右下角的路牌 可以看到Pixel 8 Pro將路牌上的字清楚的保留下來 右邊步道的路面紋理也是蠻銳利的 所以在細節上是Pixel 8 Pro勝出的 接下來是主鏡頭預設的日拍樣張 可以看到Pixel 8 Pro的成像比較暗一點點 而iPhone 15 Pro Max的成像相當的鮮艷 但白平衡有一點跑掉 天空的烏雲變成了藍白色 可以明顯的感覺到HDR算法的介入 放大畫面中間的木頭 可以看到兩者保留的細節差異不大 這組樣張Pixel 8 Pro比較接近現場肉眼所見 但是iPhone的照片比較討喜 接下來是超廣角日拍對比 乍看之下兩者的成像是相當接近 但放大樂高的招牌可以看到 iPhone 15 Pro Max有將招牌的高光壓住 而Pixel 8 Pro有點爆掉 但在暗部噪點壓制跟建築物細節上 則是Pixel 8 Pro表現較佳 這組樣張我們覺得各有優劣 接著是5倍的望遠樣張對比 可以看到iPhone 15 Pro Max的曝光有點不足 放大橋墩可以看到Pixel 8 Pro幾乎沒有噪點 放大上方新北大橋的字樣也可以看到它的字體比較清晰 所以在日拍望遠的表現 我們認為Pixel 8 Pro是比較強的 接下來是主鏡頭的夜拍樣張 可以看到在整體高光抑制上 Pixel 8 Pro做得非常的好 但放大後方建築可以看到iPhone 15 Pro Max的細節表現 接下來就是Pixel 8 Pro的主場了 無論是噪點抑制或者細節表現 都是Pixel 8 Pro完勝 接著是望遠夜拍的表現 iPhone 15 Pro Max將建築場景完整的記錄下來 而Pixel 8 Pro雖然在燈籠的高光抑制上表現比較好 但在整體細節記錄跟噪點抑制上都被iPhone 15 Pro Max壓著打 望遠夜拍毫無疑問在細節上iPhone 15 Pro Max是勝出的 但Pixel 8 Pro的照片風格也是蠻強烈的 有一種電影感 接著來看一下續航跟充電表現 這一次Pixel 8 Pro使用的是5050mAh的大電池 我們將亮度音量控制在室內正常使用的設定 也就是亮度60音量30 遊玩特效全開的原神大概可以玩4小時15分 如果開啟全解析度並且觀看YouTube 4K影片的話 你可以看10個小時左右的4K影片 如果是高解析度下看4HD的影片 則是可以看到14小時有35分鐘 整體的續航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但在充電上我覺得就有點普通 這一次Pixel 8 Pro最高支援了30W有線快充 跟23W的無線充電 那我們使用原廠充電線搭配66W快充頭 從0%開始充電 30分鐘充度51% 1小時充度89% 最後花了1小時有24分鐘 將電池充滿電 這個速度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最後來聊一下Pixel 8 Pro的這一個感想 感想的話是在不考慮價錢的前提下 它是一支很好的手機 它有很強大的這個拍照功能 然後拍完照之後呢 也有很多有趣且實用的AI功能去做這個修圖 然後它這一次螢幕表現也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這次漲價漲了台幣7000塊 那導致這個價格現階段 在2023年的這個年底呢 這個價格比S23 Ultra還貴 也比ZenFone貴 甚至比iPhone15數字系列還貴 性能又沒有比較強 就是以玩遊戲的性能來說 所以我來講重點啦 就是如果你對Pixel系列有信仰的人 你也喜歡拍照 喜歡簡單做修圖這邊玩的話 這一支是值得買的 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玩一些重度遊戲 你喜歡玩原神 你喜歡玩崩鐵的話呢 那還是建議買8 Gen 2的手機 或者iOS陣營的話呢 就是iPhone15數字系列 不過差不多的價格 iPhone15的螢幕是輸它的齁 這一次Pixel 8 Pro螢幕表現還是蠻好的 所以如果是效能考量的話 Pixel 8 Pro當然就會比較吃虧一些啦 尤其是緊接著8 Gen 3就要發表了 那8 Gen 3的效能一定也是會超級強大的 不過剛剛在跟編輯周圍聊 其實周圍也有提到啦 在我們這幾支的測試下來 安卓陣營跟iPhone陣營的話 真的會覺得Pixel創新的點比較多 其他就是羞羞補補 像iPhone的話就是可能拍照增強一點 那像三星的話呢可能就是效能增加一點 羞羞補補 但是呢反而是Pixel 在軟體上是有蠻不錯的一個創新 其實華為也有很多創新啦 但是大家就自己去看 華為的那個手機開箱影片啦 好不好 那雖然效能上Pixel沒有遙遙領先 但是它還有一大優點 就是呢官方承諾7年的更新 畢竟呢親兒子嘛 他說7年就7年 Google的信譽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啦 所以你就是那種釘子戶的使用者 你買一隻手機 就是要用個四五年以上的人 那Pixel 8 Pro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至少更新7年 所以華華這個社群玩玩輕度遊戲 拍照也一定是都OK的 好不好 那以上是這次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照訂閱分享還有Follow 連續規定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